小熊維尼這個部分呢 是給JR的 18歲就已經出道 那時候是K1 然後就有人叫你小熊維尼 其實17歲啦 剛剛發片是 對 03年10月17 因為他鼻子的問題吧 就是肉肉笑起來就是 因為以前就HoneyHoney嘛 現在可能因為健身瘦了 我還記得最誇張是 那時候我們譬如說 一個宣傳期玩 我們可以捐給育幼院或孤兒院 大概10箱的 就是小熊維尼寶寶 因為人家送你了 但其實我最喜歡是跳跳虎 也是 然後大家喜歡 覺得我笑起來像小熊維尼 然後就送我這樣子 怎麼那麼好啊 大家有發現我長得像Hermas包嗎 沒有 我像Sermel的J12 邦邦的嗎 其實我像豪宅 謝謝 你真的好厲害 老師 真的 老師你越看越像 我是薇娥的一座建築物 它就是大宅地啊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JR 到底長什麼樣子 真的耶 所以健身會變聰明耶 為什麼 他小熊看起來好呆喔 你小熊好呆喔 就小熊維尼啊 我還記得那時候導演拍戲的時候 叫我一個回蒙這樣 回蒙看曾志祥嘛對不對 對 然後一回來 導演說你的脖子在哪裡 因為這裡是你知道 就是一片的 太悲傷了 然後到再來這個是2014年 我剛退伍的時候 拍了一些宣傳照 就是巔峰嘛 練了肌肉 就是瘦是瘦到巔峰 因為還有包括健身前的脫水啊 拍照前脫水 所以臉的尖度是差很多 對 健身歸健身 臉都變得好聰明的感覺 是不是 我到底多笨 地寶我到底多笨地寶 不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 其實K1出來的時候 我最喜歡是JR 感謝你 然後那個時候看 就覺得他好可愛 變什麼韓國人 對 很可愛 可是現在回頭看會覺得 這個人感覺笑起來是那種 你那是智障嗎 就是呆呆的 但是這個轉變其實很大 但可是也許以前就是 像那時候演紫荊之天 晴天的角色 也許他就需要這樣就是 為愛情很 有種感傷 然後不顧一切追求愛情的感覺 我那時候就很喜歡晴天 感謝你 你最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 還沒有遇過寵物離開我過 因為我的貓跟你的貓長得很像 我的貓現在22歲都還 依然服役當中 好棒喔 對 然後 好長壽 然後當然就是很細心地顧它 那狗狗比較特別是 我以前是個怕狗的人 我是連摸狗的口水會害怕的人 但這隻狗呢 棉花糖是我 老婆的前男友的狗 所以當時我的角色算是一個季服 好複雜 而且我們在一起的前五年 我是沒有讓牠來我家過 因為我怕狗 然後有一年我老婆他們才 全家去歐洲把牠丟給我 牠就那十天自己就征服了我 不管拍雜誌啊 然後拍我自己的寫真 或是我工作 其實我們拍戲的時候 我有帶去現場過 然後牠跟我訪問 然後甚至跨年的舞台 然後去台後 然後都有常常帶牠去這樣子 然後今年就是突然 小狗的這種二間半摩托槌就發了 然後立刻就是醫生 因為我還以為牠只是咳嗽而已 不是 因為牠心肥大 會一直壓到氣管 然後半夜會 真的是咳個五分鐘那種 然後兩點咳醒一次 三點咳醒一次 五點之後你自己會驚醒 天啊 你已經精神浩漫幻聽了 牠沒有咳你都會醒 然後醫生就直接說 這個就是最好就是頂多活一年 不然就是隨時會走 就是我其實這幾個月都是那種 很輕飄飄那種感覺 因為我不知道 我可能沒有養過狗 我完全忘了牠是 快我們七倍的速度在老化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個事 然後突然你跟牠講好一起旅行 然後牠就突然要說牠要先下車了 我覺得這七八年就是有種白活的感覺 所以你也不會白活啊 所以你現在就是花很多時間陪牠 因為我現在等於跟老婆分房睡 老婆跟女兒睡 我跟狗女兒睡 然後要隨時半夜要觀察牠呼吸數 可是最慘的就是 你連想聞聞牠的腳腳 你知道狗都有那種操卡丘 你知道腳的味道 還想摸牠肚子一下 都不行 我只要摸一下腳 因為牠很愛我 牠就興奮 然後開始就過來了 然後就渴五分鐘 然後我現在有時候回家 我是在停車場 就待個一兩個小時 我覺得我就不敢回家 因為我回家牠就興奮 牠就會生病 然後現在變得牠愛我 好像是我覺得現在我是 我最不應該的存在 好痛苦喔 其實多少都會啟發 我覺得羊寵物確實是這樣 會啟發一個人的責任心 就是盡力的陪伴最後一個階段